肖战让可乐明白了什么叫六宫粉黛无颜色 就这个颜值要是在古代妥妥的红颜护水啊 而且战战的那种美是纯净的美 是一个可以形容男人的美 既美艳又不娘 能A能萌 能娇能甜 肖美人的称号果然命不虚传 大家肯定都认为 战战的肖美人是在演过《未无限》之后才流传的 其实这个称呼流传依旧了 考古的时间都可以追溯到 她正式出道前了 战战在出道前 曾经和燃烧吧少年的其他选手 上过一档少年频道的节目 他们需要按照要求 在这个节目中玩游戏通关 而肖美人就是从这里来的 其中有一期 战战需要反穿一个角色 那就是环珠格格里面香飞 寒香 肖战不需要整体换装 但是需要戴上寒香的代表物 香飞帽 一般来讲 这种带流速的香飞帽 都是小女生才戴的东西 但是因为节目要求 肖战必须靠此香飞出场 还要和蒙丹蓬楚乐对系 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了 不过当她戴上香飞帽之后 整体造型毫无违和干部说 反而还戴着一点点的可爱 因为肖战本身就很帅气 再加上当时只有20多岁的战战 还戴着一点婴儿肥 从上到下都是满满的少年感 看起来软乎乎的 搭配上这个白绒发饰 更显得好看 所以从这以后 肖战就有了肖美人这个称号 即使后来的肖战有了N多个外号 但是这个肖美人始终没有被大家遗忘 至今仍然是粉丝们心中的一片白月光 在X9少年团里 战战就是队内的颜值担当 在队友被问 你们心目中的女神是什么样子的呢 战战就是我女神 哦 肖美人 当时大家就叫她肖美人了 而且之前她还是学校的校草 很有名气 据说很多女生都偷偷去看她 但是肖战对自己的外貌认知实在是太过浅薄 因此也没怎么承认过自己好看 不过优秀的外貌大家都看在眼里 肖战不自知 就不自知去吧 之后她在欧我的皇帝陛下中饰演的伟堂默然 一出场就惊艳了不少人 容颜绝艳 清冷 聪慧 能力卓却 且温柔多情 试问这样的人怎能让人不惊艳 怎能让人不沉沦 这也坐实了她肖美人的称号 小王爷第一次出场时 那一抹低头倾笑 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她随口的那一句 她就是我星期里预知的那个女人 更是火爆网络 成为撩妹的新语录 北堂默然并不属于 艳若桃里的美人 身长鹤丽 大袖翩翩 站在那里像一块蒸蒸衫石 这样的身形从古至今都无法引记 仙衣怒马川林过配一句 本王偏要如此才合乎情力 哪怕漠然 意味一昧浮过身色 都会生出独神的虚幻感 缓乎间 以为她是又要回到书里去了 一度成为众多up主 剪辑的新童爱 而看过战战的魏无限之后 肖美人就被更多人知道了 潇洒不羁的魏无限 让大家对一撩 预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少年线活泼调皮 老祖线的红衣如画 又帅又美 而且一点都不鸟 初遇的那个镜头真的绝了 天然去雕饰 出水芙蓉 就连被战士的头发撕都是极美的 肖战在陈情令中 最具有标志性质的 就是她的笑容了 尤其是去往云深不知处求学识 拿着两坛天子笑爬墙的时候 转角遇到爱的那一段 一脸笑嘻嘻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喜欢 最关键的是 还敢在这样一个高冷的人面前 想要用酒球放过 战战可爱的笑容 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治愈悲伤生气 他若你不开心的话 看看肖战那魔力的笑容 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哦 还有抱兔子的笑 肖战一袭白衣抱着兔子的模样 非常呆猛 还对着兔子微笑 看到他微笑 心底阴霾一下就不见了 在听学课堂上的撩咸笑 也超赞 让魏无限老老实实 坐在课堂上听讲 还真是很难 听学第一天 就从涅槐脏处发现了 调皮捣蛋的乐趣 课堂逗鸟 亏他俩想得出来 见蓝战转头看他 魏无限还兴高采烈的挥手打招呼 被蓝战赏了个恶狠狠的眼神 正式上课后 课堂上的魏无限更是百无聊来 除了睡觉就是偷吃 精进时大多都在画画六号 除了听课什么都干 偷画小兔子还不够 还要画着乌龟贴蓝先生背后 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那时他是笑得最欢快的一个 不过可乐还是最喜欢的那种 不屑里带点邪气的笑 邪魅中带着蛊魄 有一种倾倒众生之感 这种笑容常出现在 魏无限要放大招的时候 比如使用邪气 对付屠戮玄武 比如面对金子勋这样的狂妄之徒 比如他凶有城主 藐视一切的时候 怡灵老祖就是有这样的实力 让你们害怕 又让你们望尘莫及 每次魏无限露出这样的邪魅一笑 都有一种世间百昧千红 都不及你笑颜如花之感 其实这样看来 战战若实去演一个 斜斜的坏坏的反派角色 应该也是魅力四射的 然而魏无限哭的样子 也是美得不可放物 一针赛一针的惹人心疼 莲花物负面 魏英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家 如今想来 就连于夫人的打骂都觉得亲切 而现在只能远远看到 于夫人和江峰眠的尸身 躺在冰冷的地上 面对江城的指责 魏英无言以对 并非魏英不知莲花物负面的真正原因 只是如果江城把这一切 归咎到自己身上 心里能好受一点 魏英不会狡辩 他愿意去承受这样的委屈 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落下来 是面对失去的害怕 是面对事实的无限委屈 也是对亲人的无限心疼 他戴面具的样子都很绝 剧中魏无限重生归来后 就一直戴着面具 仙门百家都以为 他是金光扇的私生子墨玄宇 所以就没人注意他 但自从在大凡山被蓝战认出来以后 魏无限的那个面具算是白戴了 因为即使他戴着面具 就凭蓝家二公子对他的态度 明眼人都知道是谁 肖战这顶面具的设计非常好看 银色刷旧的铠甲材质十分有质感 遮住肖战的上半脸 和他的脸型完美契合 露出的两只眼睛穷穷有神 就算戴着面具 也能嗅到神眼美男的气质 摘下面具的那一刻超级迷人 可以说无论什么状态下的他 都能让人感觉到惊艳 在演艺深情角色时 肖战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这时眉眼和嘴巴 能看出一些女性的柔美 在演艺很力角色时 他的深刻脸型和高挺鼻风 又能展现男性的刚强果断 这时这样的矛盾气场 让他无论出演一些锐利的 还是深情的人物 都能展现出一种难以辨别的美 顺人心魄勾人心魂 让人瞬间深陷其中 如今戴波剧玉谷瑶的石影 同样让人惊艳 海豹中肖战饰演的空丧世子石影 身着紫衣眉头微粗 手持预散时劲而上 氛围感十足 此前肖战一袭白衣 孤高清冷 一派仙姿玉谷的剧照就让人惊艳 没想到这次的紫衣预散造型更绝 他在物料当中一闪而过的水中戏本 也格外引人注目 因为泡在水中的他 又再度让人惊艳了 因为他的状态看上去真的很不错 从近距离镜头看去真的水灵灵的 眼睛也是明亮且透着光 宛若出水芙蓉 果然能打败肖战古装的 只能是他的下一个古装 不得不说肖战的古装真的很扛打 之前有粉丝前去谈班 当时肖战的古装头套还没有摘下来 留着妹妹头造型的肖战 看上去十分漂亮 他身穿黑白格子衬衣 长长的刘海遮住了漂亮的额头 一般来说 这种长发古装造型对颜值和五官的要求是很高的 而肖战的五官比较柔和 眉眼都是分精致漂亮 所以即便换上妹妹头造型也不会很违和 这会让人觉得很漂亮 当然了 现代造型的战战也是超美的 肖战的顾卫一生帅得一目了然 帅得天经地义 帅得毫不在意 剧中顾卫通过几个神助攻 知道了灵芝孝为他租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 内心很感动 于是就悄悄租下了灵芝孝 加对门的房子 然后第二天就在阳台上等待早起的灵芝孝 很明显就是为了给准女友一个惊喜嘛 顾卫在阳台上的那个回眸杀 简直杀疯了一群少女的心 战战在剧中的医生造型也魅力十足 尤其戴上眼镜的那刻 秒变斯文心难 气质上也成熟稳重了很多 眼镜不仅没有遮盖住她的光芒 反而有种斯文高知的即时感 侧眼也是帅到让人挪不开眼 简直完美长在了我们的审美上 谁又能拒绝这样的顾医生呢 肖战的美貌除了迷倒了女生之外 还有不少的男生未知疯狂 在很多场合男粉们会比女粉还要激动 有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 当时肖战正坐在台下 很安静的看着台上 而肖战斜前方的大哥却成为了亮点 在一开始他只是回了一下头 不过随后就感觉到事情不对 开始有余光瞄后面 于是就发现后面坐着的就是肖战 在确认是自己没看错之后 大哥也是强装淡定 但随即却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一般 一直回头看 还偷偷拍了一张肖战的照片 粉丝们也开始调侃 说或许是要传给自己的女朋友来炫耀一下 另外也不忘说一下这位大哥 毕竟这个姿势保持很久了 还是会累的 所以还关心了一下大哥的脖子还好吗 战战实在是太过亮眼了 就连男生也忍不住多看几眼 不过长得好看的人总会被人质疑颜值 战战也不例外 甚至有人说他整容 这些言论毋庸置疑肯定是假的 对比之前的视频照片 不露眼睛还是鼻子 战战都和现在一样 根本不存在整容一说 刚出道的时候 奶糊糊的圆圆战 是很多瞎妈瞎姐的心头棒 有时候乖乖巧巧的 让人看着觉得很容易被拐炮的样子 拍一本正经奶凶的时候 也是很可爱有趣的 天是个惊天场景 每次刷到都能让人乐呵半天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小美人有没有让你心动呢 看视频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给可乐一剑三连哟 我们下期再见